没想到唐国最有权势和名望的人 竟然亲自来接我 薛大哥嫂子 咱们上路吧 军情紧急还有 好多事情没办完 咱们路上说行吗 此次攻打高勾力 我已经向陛下 举荐了薛兄 你为主将 我为副将 薛兄不会推辞吧 秦大人折杀薛某了 我只是个无名小卒 虽然想着此次参军能正习军功 可直接任命为主帅 这也太突然了 畏缩不前 可不是你的性格 我相信你的实力 让你当个马前卒 实在太屈才了 秦大人与我素未谋面 怎么知道我的性格 秦大人说的也没错啊 大人是慧眼如炬 反正你是要去打仗的 就别推脱了 秦大人 薛某特别敬重您 还是您为主将 我为副将吧 这可不行 我都跟陛下用相杖 人头担保了 你可别让我掉了脑袋 好吧 不过我得说好 若是副将威望高过主将 有了分析恐怕群心不稳 打起张来你也得听我的 这就对了 薛兄就该如此霸气 回到了长安憨子 把柳英环安顿好过后 就带着薛人跪进皇宫念舰里二 运送粮草的船只将于八月末打造完毕 我让营州的张俭在九月中旬渡过疗水 先行抵达边界 让张俭先动身 不要等船只造好 疗水很快会暴涨 部队到时候便很难渡江了 立刻传信给张俭 命其即刻出发 这还未发生之事 憨子是如何知道 顺便告诉刘军昂 突击安市城的时候 会遭遇伏击 叫他做好准备 不可冒进 还有警告张俊逸 他若是怯战 定斩不饶 血啊 看朕作甚 嗯 他一向如此 常能未不先知 你习惯就好 大人既然有如此神通 为何还要我当主将 这个将才也分很多种 像李济 便是良将 惩处末世猛将 李靖和薛兄 那是史诗级的神将 我虽有神通 但是打仗的事 不是儿戏还得靠你 你可别辜负了憨子 他可是用了向上人头 为你做宝 末将定不如使命 若是打了败仗 提头来线 好 朕就等着你们凯全的消息 第二天 李世民带着大军 从定州出发直奔幽州 同一时间张姐的军队 刚渡过辽水 一场大雨 骤然至水位暴涨 这河水真的涨了 当然了 国公可以永远相信秦憨子 与此同时 海陆大军在薛人贵的指挥下 抵达碑沙城 连夜进行了偷袭 一举攻下碑沙 他并俘虏了八千余人 打赢了他生平的第一招 我大军可兵分两路 一路镇守飞沙城 另一路恶守鸭络江畔 阻止高沟黎的大军向东增援 出征前 我就把这段堂尺背的滚瓜烂鼠 就是这招臭起 使得这支部队完全成了摆设 嗯 薄酌城以北便是鸭络江 此第一手难攻 敌军只需派少量兵力驻守在此 便可以将我们阻挡在鸭络江畔 他们的大军依旧可以增援辽东 我们便卡在这毫无用武之地 还是薄将军有远见 按你的想法来 我们起步成了百声 啊对对对 可不 事后陛下责怪起来 我们都要遭殃 抱歉 末将失言了 无妨 你们有想法都可以想出来 若是本将军有指挥不当的地方 你们也要及时指正 按照历史记载此次 攻打高勾力并未成功 李世民也是带着这份遗憾去世的 我现在好期待 薄仁桂是如何挽救这场战役的 秦兄真是这个世上令人捉摸不透的人 平日里总觉得你无所不知 但有时候又觉得你吊儿郎当的 那我是让薄兄失望了吗 并无失望 当时大财者皆不可以常理论之 薄兄就别卖关子了 快说说下一步 你要怎么做 哼 你们先下去修整各自的部队 指导黄龙 卧槽 你准备怎么个倒法 命休效忠带兵恶手鸭路江 等着辽东城失守敌军再次派兵增援的时候 辩帅军队顺流而下 直逼开京 此时正面战场上高勾立的四万援军 已经被李道宗和李济左右夹击形成了劣势 当听说李二和李静来了过后 更是把敌军打得丢盔卸起来 憨子这边也没闲着 他命里来到了新罗面界善得女王 倘若女王不出兵 等唐军灭了高勾立 早凭新罗 不过是顺手的事 百季已经响应了皇帝的号召 要是女王不出兵 说不定日后新罗会被赏赐给百季的国君 听闻秦大人能言善辩 今日一见果然是非同凡响 可是唐军如此神勇 何须我新罗的赢弱兵马呢 谁需要你 真的打他们了 就你们那军队也不够看的 只要新罗和百季的军队 集结在边境 阳攻骚扰 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就行 你们给句痛快话 出兵还是不出兵 使臣何苦咄咄逼人 言语不敬 你还真当我是来求你们的 反正我话也撂射了 三日后你不出兵 等灭了高勾力 我亲自踏平心鲁 使臣息怒 本王三日后必定出兵绝不食言 随后憨子又以同样的方法 忽悠了百季国王出兵